大家好 我是曹师傅 今天这台机器老有意思 所以在修它之前 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大家 世上人才千千万 学习能力也超赞 甭管机器有多烂 看下视频就敢干 好吧 横批交给你们了 这条内容有点丰富 信息量有点大 我来给你们理一下 我理解的大概意思 女朋友知道她喜欢折腾手机 所以把手机摔了 但是没有摔太重 想看看她能不能修好 她也看了很多汽油维修视频 经过思想斗争后 她觉得外配方面 自己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大神 但是由于过于激动 她把屏幕给装反了 结果就悲剧了 然后女朋友也找到理由 换新款手机了 这手机就传授给她了 想到这个终于可以用上苹果11了 但是凭目前本事又修不好她 因为是我的粉丝 她觉得性格和我有点像 所以就这样给我发了过来 在维修此机之前 我感慨好声 首先你这个家庭地位 是不是有点那个啥 是吧 其次原来女朋友 还可以用这招 明目张胆的换新款手机 大家都学到了没有 我们先给主板上电 从电流可以看到 手机确实是可以开机的 害怕她把显示屏搞坏了 所以我们先直接更换一张来测试 可以看到手机确实可以开机显示 苹果 再换回她原来的显示屏 也是同样故障 那么也就证明 这台机器故障处在主板上 我们首先从主板内联柱出发 找到关于灯光的线路 我们都知道 这款机器是两正四负 经过测量 我们很快就锁定了故障点 开始拆机 取出主板 与此同时撕下主板上的内联柱 保护泡棉 一会儿还得贴回去 拆屏蔽罩的时候 又是一个技巧活 它这个用的是高温锡 但是你拆的时候 温度又不能太高 也不能用蛮力 更不能拉扯 要不然一堆问题等着你 我们在显微镜下 很明显的就看到了故障点 经过再次测量确认 最终锁定在了这两颗保护电感上面 由于它们的烧毁 导致了故障的发生 我们拆掉这两颗损坏的电感 然后重新安装两颗确定好的 这玩意很小 安装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旁边还有元器件 不要把它们碰歪了 没错 更换完成 我们来给主板降温 看清楚我是在给主板降温 不是朝主板吐口水 你们这些人啊 不要什么锅都让我背啊 等待主板完全冷却后 我们再来测量那年做的对立二级体质 全部恢复了正常 扣向显示屏 接上电源 按下开机键 当苹果logo亮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此时此刻 我就是那个最亮的仔 我的电源表和我一样有点老了 有时候带不动现在的新款机器 索性用电池来开机吧 开机后手机有密码 立马打电话给客户 确定故障排除 我们还得装回屏蔽罩 没错 又是到了要饭钱的时候 有人说咱修手机都挺赚钱吧 那必须的呀 不管怎样 从气场上咱就不能输 就好比我吧 我觉得几十万是个小数目 但是我又拿不出来 可是我又觉得以后我必成大气 而且这种感觉还越来越强烈 有朋友问我在成都买房了没有 你这话不是白问吗 肯定没买啊 我目前这点收入买房还是不可能的 除非哪天房子论金卖 那时候我估计汽车也烧水不用烧油了 清洗干净主板 贴回泡棉 屏幕也要处理一下 这灯光项路就这么裸露在外面 它也不安全了 所以说修手机这是一项脑力活 你们想到的我想到了 你们没想到的我也帮你们预防到了 说吧要怎么感谢我 我们快速的把主板装入机壳 扣上听筒排线 开机好像没有报错 面容也能打开 那我们来安装听筒排线到屏幕上面 盖上屏幕测试功能 当我们测试到面容的时候 发现手机会弹窗报错 找朋友弄了下框 原来是客服自己换壳的时候 把框梦变形了 最后打上所有螺丝盖上屏幕 我还是不放心的又测试了一下面容 本期的维修视频你们也看完了 所以说手机出了问题 知道该找谁了吧 不能自己在家瞎搞啊 要不然你女朋友又有理由 换新款手机了 大家都记住了吗 我忘记得说手机 沙流 蛇 按摩